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不岁数大点的 有经验的 听好了啊 这回你给我找的园丁 第一 必须是单身 啥晚上 媳妇改嫁了 改得好 第二 干精力缩的 第三 速度要快 面对笑容 第四 挂了 大姐 这时间差不多了啊 我还得赶飞机 我得走了 你说你的地擦的 你说 你把我还给困里头了 老板 来来来 你跟我走 这边好 来 走 走着节奏 走 三中 这老板 太幽默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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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妈 哎呀 这玻璃盖里给我卡的 肯定是秃鲁皮了 这门卡的也太高了 你给我等着啊 一会儿我就给你聚了 哎呀 你说谁呀 怎么是你呀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打电话让我来的啊 谁打电话让你来的呀 公司呀 你就是新来的元兵啊 对呀 速度要快 面对笑容嘛 花人打一来 我手手手的 来 行了 你别捣乱了 你一个伐木的 你说你修啥花呀 贴根修啊 我管那事呢 公司让我罚谁我罚谁 你靠点边啊 被哪棵树倒了 把你给砸了 行了 你赶紧带上工具回去吧 你老让我走啥呀 我不把活干好的话不给你和咱们公司丢脸嘛 咱们 你瞎说成我们公司的呢 你不总不回家嘛 我上你公司就找你去了 正巧赶上你们公司缺人 就相拥我了 他们问我 你以前是干啥的呀 我说我呀 在园林工作 他说你具体是干啥的呀 我说你给我具呢 我什么都能干 就真的 就把我录用了 他们说你得填个表 必须填单身 这活在好找 我这一打定 你行了呗 你填的是丧偶 哎呀 那对不起了 我必须改呀 行呗 你别说了 咱俩事回头再说 你赶快回去吧 咱俩现在是同事 请不要打扰我工作好不好 我先把门口挡车为那柿子树干倒 柿子树我这么一干 他这么一倒 门砍子往下这么一夯 晚上咱俩咱俩咱了 你砍啥 柿子树 人家是风水 你这好比捣乱啥呀 他挡了风水 我必须干倒他呀 干什么呀 你这捣乱他呀 这小老头还不错啊 笑容挺精神 我跟你说啊 在我家干活 我长话短说 第一 你管着他 第二 你被他管 第三 你好好管他 第四 你看着他管后你 第五 你管后你自己 那不一个意思吗 第六 你别管我 干活去 大姐 你来 嘴吕了 这第一啊 咱们家这保险柜的钥匙 我可就交给你了啊 第二 大姐 大姐 你记住了 照顾好咱们那家 第三 别太累 照顾好自己 第四 我走了 老板 那行 你路上慢点啊 一定要注意安全 行 放心吧 你也别送了啊 老板 你啥时候回来呀 带到来年 山花 烂漫时啊 你干啥呀 你瞎修啥的 真是啊 就这花吧 它有点太贱了 要想修好它呢 得先去夜 再砍身 八树皮 巨树根 带到来年 山花 烂漫时 它就正好 你这死老头子啊 你就气我吧 你就是故意的 你看你带这些工具来 你就是来叫菊的 我叫啥菊啊 我是怀揣着诚意 面带着笑容 给你收拾花场书目来了 你知道吗 我这一进门啊 一看啊 这人的问题比花大 所以呢 我就改收拾人了 不有那么句话嘛 小树不修不指榴 人要不修理呢 耿啾啾 行啊 现在你也过上全时木的生活了 是不是啊 把跟你过了几十年的破焦个板呢 是不是忘了都一干二净了都啊 你说啥呢 人这家再好 是人家的 我听的可是咱 钥匙拿好 看好咱们的家 照顾好自己 等我回来 你从来没对我这样过 我 进门第一句话 你死哪儿去了 第二句 爱此不齿 第三句 刷牙洗脚 第四句 扁呐 这死老头子 你 你说这话说的 那我能跟老板那么说吗 老板说 我走嘞 我说 你啥车回来呀 那我能说 你爱死不死 那老板能给我开闲吗 我少给你开了是咋的呀 哪个月没上脚啊 你别吵他 你给我下来 坐这 把工具都给我交出来 那不都在那里吗 都是你那小句条 我还告诉你 出来这些日子呀 我清静多了 我干啥 干啥你不知道吗 我这样一步步迈向咱俩的梦想 你有梦想行 能不能带着我和电锯一起飞 带你飞啥呀 抱花子 寂寞的 哎呀 老坏人啊 我那不是心疼你吗 你说啊 咱都快六十的人了 回家吧 不回 不想我呀 不想 真不想 不是 真不想 你干啥呀 别闹 我就闹 那有监控啊 咬咬呗 咬 咬就咬 我发法让人火了你 我管大声 我得打声点 哎呀 我拿下来 我拿下来 你靠边 拿下来 你靠边 你干啥呀你 小兰 我今天要不在那儿必杀你不到我室内了 是不是 你要干啥 老伴 这条腿掌控事你知道 只能到这儿了 正式开始 老伴 想当年咱俩结婚的时候 就一间房 两个柜 三个一块 一套被 亲亲和朋友 凑到一块 总共不到是非 苦了你了啊 我知道你出来打工很辛苦 是 为了这个家 但这里边呀 也有我的事 这几十年呢 我成天跟你喊 这嗓子喊的 从蒋纳维 喊到杨坤了 这个过程就可漫长了 昨天那小两口已经找到我了 问妈干啥去了 人说了 要吗 不要吧 我爸 你可以上 但我绝不能改嫁呀 我一想也是 咱怎么拼 才能拼到房子呢 回家吧 你太辛苦了 这事 如果要让孩子知道的话 他们脸往哪放 他们肯定得搬出这个家呀 你这是硬要把我拉回家呀 不 我是用我的爱来融化你 那你还喊 融化 你个死老头子 回家吧 啊 松开 你 给我上那边打人家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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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 老板 他是不是欺负你了 没有 他是不是拿咱家东西了 老板 你靠后 你到底干啥呢 圆顶 圆顶 我看你像公报鸡顶 圆顶把我家花都倒成那样了 那个 我现在给你找推称的 来来来 得了 你别哗哗我这颗了 你要 我投诉你 我现在就投诉你 我马上打电话 我投诉你 喂 公报鸡顶吗 什么公报鸡顶 老板 家政公司吗 你给我找的圆顶什么玩意啊 老板 你上我家 我皇上呢 你说什么说 我家花是老贵的 你赔都赔不起 我告诉你 不用了 你给我来电话 来 我投诉你 你给我 老板 你修我家员工熟了 这是个什么人啊 老板 我挂了 挂了 大姐你给我来 我没说完 那我投诉他 你给我 我不需要投诉的 你解释什么 你给我 老板 我们俩认识 认识 干什么认识啊 认识三十来年了 她儿和儿媳妇把她老熟了 老情人啊 什么老情人啊 她是我 我她 她是我男朋友 是吗 是 就领证呢 领的证你男朋友 最烦人领的证你男朋友 那不就是两口子吧 好啊 当初我雇你的时候 你可说你是丧偶啊 有她在这 我丧不了了 你不也说媳妇改嫁了吗 有她搁这干啥的 谁敢敢呀 合着你们两个是合计伙来 骗我啊 你过去 站好了 老板 是这么回事 我俩呀 家境一般 就一套房子 这儿子 这儿子结了婚呢 就显得有点挤 这每个人呢 都有自己的生活习惯 有时候啊 难免会遇上些尴尬 媳妇是好媳妇 要是总这样下去啊 大伙儿就会太累 我和老头商量着 想再置一套 又不想离儿女太远 更怕儿女知道了 他误会我 我这闲着也是闲着 出来呀 挣个房子的差价 所以呀 我就丧偶了 我也就不客气地 改嫁了 这回 你们俩说的都是实话吧 老板 要不真的 一会儿啊 等收拾完行李啊 你再检查一下 那我俩呀 再走 你要再不信的话 你上家政公司查查 俺俩都跟着备案了 老伴儿啊 那你房间在哪呢 咱收拾收拾东西吧 是不 行 你们这就是在逼我 哎呀 他咋的了啊 他咋的了啊 行了 你别走了 第一 你 还当保姆 第二 你保护保姆 第三 我让保安保护你和你保护的保姆 啥意思啊 都别走了 哎呀妈 咱找的啊 那还好了 第四 你给我看看来 门口这一小错人 咋回事 哎呀 你们怎么来的 妈 大孙子 大孙子 我这不跟踪我爸吗 到家政公司了就找事了 那个事儿俺俩都知道了 回家吧 爸 妈 你俩想买房子 那咱俩也有积蓄啊 是 咱们共同努力 一起分家 啊 一起出家 啊 说啥 不是 会说话吗 那就为了分开而努力 哎 这是你儿子啊 这是你儿子 这不是你儿子 行了 都别说了 我知道你俩是好意 你们根本就不懂 那空间再小 有人儿 那才叫家 你空间再大 没人儿 哎 那就是个回音儿 今儿啊 我跟你说 这第一 从今往后 这儿 就是你们的家 第二 你俩 常来 哎 第三 必须经常来 第四 妈呀我真的走了 老板 你啥时候回来呀 待到来年 山花烂漫时啊